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這個題目呢 要解的題目 是依據下列表格回答下列問題 它這個表格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要從這個表格去判斷很多種情況 它到底是金屬呢 工價件呢 還是說是離子件的離子化物呢 這些狀況我們都必須要把所有的 相關學過的知識統整起來 才非常容易判斷出來 好 那我們在講解之前呢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這些概念 化學家呢 依照這個物質形成的方式不同 將我們自然界的晶體純質分為四大類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網狀固體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離子固體 第三個呢 就是金屬固體 第四個呢 就是分子固體 那各類晶體的比較如下表所列 我們足以來看一下 第一個 對於網狀固體來說 它的組成 組成的例子呢 是非金屬的原子 那它間結的方式呢 是供價件 那既然因為是間結的時候是供價件 所以融化的時候當然是需要破壞的是供價件 那融點高低待會我們一起說明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判斷的原則 那網狀固體呢 有沒有岩性跟斬性呢 沒有 因為網狀固體大部分不是金屬 不是金屬它就沒有所謂的岩斬性 通常一敲就容易碎裂 那導電性的部分的話 石墨是比較特別的 是我們的網狀固體裡面最特殊的一個 它具有導電性 其他的都沒有 那再看第二個 離子固體的部分 它組成的粒子的話 是陰陽離子 陰陽離子 它會形成離子固體 那既然是陰陽離子 所以形成的件子就是離子件 那融化所需要破壞的當然也是離子件 那岩性跟斬性也沒有 但是離子固體呢 非常的直應 那導電性 離子固體就是所謂的離子化物 導電性只有固態不導電 融融鈦或者是水溶液狀態的時候都會導電 這個是一個電解質的一種 再來第三個 金屬固體 金屬固體的話 顧名思義組成的粒子一定是金屬 那它電解就是金屬件 融化的時候也是需要破壞金屬件 有沒有延展性 有 那會不會導電呢 固態跟液態的時候都會導電 再來 第四個 分子固體 分子固體的話 它組成的粒子的話就是小分子 那這個小分子呢 通常都是什麼 通常都是非金屬 通常都是非金屬 所以因為都是非金屬 所以裡面都是什麼 共架件 那分子間 分子內是共架件 那分子跟分子之間的話是一個非常微弱的吸引力 以後我們會學到這個概念 它是一種分子間作用力 那這個分子作用力呢 有一個特殊名詞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講到 我們就不提 那再來 延性跟斬性沒有 因為是小分子 所以質地很軟 那分子固體呢 就是我們的分子化合物 分子化合物的部分也是電解質的一種 電解質一種的話就是我們固 固態跟液態的時候都不會導電 只有在水溶液當中的時候才會導電 那用這樣去判斷的話 大部分的一個原則都可以很容易看得出來 那最後我們熔點的高低怎麼判斷呢 那一般而言 我們大方向去判斷的話 分子量如果差不多 網鑽固體 它的熔費點會大於離子固體 再大於金屬固體 再大於分子固體 用這樣分子去判斷的話 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把這些資訊統整過之後 我們回去解題目 好 那看這個題目 他要問很多東西 老師把詳解貼上來 我們順便看一下 OK 那他要問第一個 哪一個是離子化合物 那第二個 哪一個是簡單分子所形成的物質 第三個 金屬圍合 第四個 共駕瓦狀結構圍合 那我們可以從很多的方向去看一下它的相關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解析這邊 如果要判斷出離子化合物的話 其實就是固態不導電 那水溶液或者是融融態的時候可以導電 而且熔費點很高 那所以的話 我們要看出離子化合物的話 我們就講說他會導電 會導電的話 就是所謂的在水溶液中會溶解 會溶解的話 就可能是B或者是豬 對不對 那B或者是豬的話 那我們可以去判斷說 他在水溶液中會導電 液態也會導電 所以看到後面這個導電度的地方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出液態會導電 水溶液會導電 那基本上就是離子化合物啦 對不對 那再加上他的融費點都很高 在我們融費點排行榜裡面 寫一下 我們的融費點排行榜是共駕網狀物質 共駕網狀 的晶體會大於離子化合物 然後再大於金屬 再大於分子物質 所以可以很明顯看到離子化合物融費點很高 所以B選項他融費點超高的 所以因此要選B沒有錯的話 再來看第二個小題 哪一個是簡單分子 簡單分子通常融費點都不高 那除了酸類跟鹽類的水溶液可以導電之外 其餘不導電 所以他也有可能會溶於水 那液溶的話會溶於水的話 應該說只有酸的時候才會在水溶液導電 那你看西選項他在固體會導電 液體也會導電 水溶液也會導電 所以這個基本上他應該就不是什麼 不是分子小物質 而且他融費點很高 分子物質他融費點沒那麼高 所以的話呢我們基本上應該就是選珠 選珠是比較有可能的 其力非常高的 OK所以我們就選珠 再來第三個部分 金屬元素是什麼呢 金屬元素的部分他們看他的特性 通常融費點高 那固液態可以導電 那石墨的話 石墨可能是EA族或者是後面這些鈣絲被 這些東西可以跟水反應生成氫氣的金屬 那固水溶液呢 可以導電 那 因為生成的金屬氫氧化物 那金屬的部分的話通常這個 很特別 因為如果融於水的話 有些東西他是會放出氫氣的 因為我們活性很大的 活性很大的這個金屬的話 他跟水反應的話 他其實會產生氫氣 跟產生這個金屬的氫氧化物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金屬很關鍵的 狀態 那 金屬的話 因為他在固體的時候可以導電 在液體的時候也可以導電 那融於水之後他變成氫氧化 金屬的氫氧化物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氫氫化物 他在水溶液中當然可以導電 再加上他的融費點其實是比最後一個還來得高的 因為我們金屬的融費點剛好在分子上面 所以因此他答案就選7 再來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 他要供氧網狀物質 通常融費點都極高不容易水 除了石墨是外部導電 所以你看他的融費點超高 通常這個就是供氧網狀物質 再更確認一下水溶液中不溶解 那固態跟液態都不溶解 所以基本上 這就是一個供氧網狀物質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根據這些表格 去收集資訊來判斷出 哪一類的物質是哪一些 這個是很多考試都常常出的題目 所以這題大家同學 一定要非常的去深入去研究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節課就講到這邊 再見